大家好,我是网织社区的杨晓威 我现在主张的位置是塞尔维亚省多伊加尔格莱德的领处主战道场 大家可以看到在网织社区是当地的领处都他有一个领备的领备建筑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出现了中国熟悉的小领处的网绘 其实这几天走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 我们都能看到有明显的中国品牌和中国元素 例如在贝尔格莱德的城区 我们看到了中国华为公司的大楼 在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旁边 我们看到了由山东高速参建的相关工程项目的标识 据了解,去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山东高速就与塞尔维亚方面签订了有关高速公路建设的相关项目 而在贝尔格莱德街头运行的部分公交车 有的也是中国制造 可以说近些年来 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等开展的务事合作 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不少便利和实惠 像是大家熟悉的河钢集团 斯梅黛雷沃钢厂 以中国方案让巴尔干老工业基地重现生机 再如匈塞铁路 推动塞尔维亚进入高铁时代 都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